白胎九月的孕妇正坐在马车上赶路 不料下一秒他们就遇到了车祸 醒来的富亚顿时就赶到了一阵的工作 他请求着弟弟一定要先救孩子 可马杜云一想到这是孟奇佑的孩子 孟奇佑之前还表示不愿帮他复国的事情后 马杜云便狠心的一掌按在了他姐姐的肚子上 等到云珠把谁打回来的时候 马杜云却告诉他孩子已经没了 就这样富亚连孩子的面都没见上 马杜云就私自的把孩子给安葬了 等富亚醒来之后 他还自责地认为是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他失去了孩子 殊不知真正的凶手就是他的弟弟 为了不让姐姐知道这件事情 马杜云便对他的帮凶警告了起来 那在富亚他们还没出事的时候 榴莲四就提前买通了富亚的车夫 准备让车夫在车轮子上制造车祸 而马杜云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他却是故意的一言不发 榴莲四为了彻底让这件事死无对证 他便在暗中杀了之前买通的那个车夫 就在皇上找到这个车夫的所在地的时候 马杜云便故意地带着他姐姐来到了这里 随后他便当场诬陷起了孟奇佑 姐夫 你怎么狠得下心 半路撒害姐姐 你就不怕一尸两命 你连我姐都不要了吗 就这样 马杜云成功地引起了他姐姐和姐夫之间的矛盾